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屏幕前面有很多同学都认识它 你大声告诉我这是什么图形呀 圆形非常好 那生活当中圆形可是随处可见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同学们 你现在来想一想 咱们的周围有哪些图形它是圆形的呢 我通常说老师 我们家那自行车 那车轱辘 对不对 好多好多的圆形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来吧 旁边有这样的一首小诗 认识字的小朋友 不妨呢 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好不好 哎 来 圆圆的月亮 天上悬 大声读啊 圆圆的巨子 墙上挂 圆圆的月饼 香喷喷 圆圆的太阳 哄念念 生活当中 圆是随处可见的 宝贝们 你认识圆了吗 嗯 有一些同学会说了 学爱老师 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它 那你真棒 下面的图形你认识吗 认识了圆以后 接下来呀 史老师要讲的是四边形 什么是四边形呢 注意 有四条边四个角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注意了 就叫做四边形 那有关于这个四边形呀 学问可大着呢 接下来这个图形你认识吗 嗯 等等脑机想一想 刚才跟他刚刚打完交道 这个方方正正的都认识吧 这是什么东西呀 告诉我 正方形呗 很好 再来像黑板一样 对不对 这个叫做长方形 来吧 考你个男的 这个你认识吗 诶 注意了 实际上呀 这个呢 有点像T字一样 对不对 而且注意 它呀 是个四边形 并且呢 宝贝们 看一看 现在史老师重重画的 这两条黑线 诶 它们是平行的 平平的 什么意思呀 注意 也就是说你看我 如果把它画的再长一些 这个也画的再长一些 你觉得他们俩能安上吗 能碰上吗 不行的 对吧 所以呀 我们管这样的线 就叫做一组平行线 好不好 那你看看 那你看看 这是平行的 而这个怎么样啊 不平行 如果我把它延长的话 你看怎么样 哦 有他们俩可以碰头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图形 你认识吗 大声告诉我 它叫做什么图形呀 棒极了 那就是七行 非常好 再往下走 嗯 这个 相信我们小朋友 应该非常的熟悉啦 注意 这个也是四边形 并且我会发现呀 你看 它相对的这两条边 是不是平行的呀 对吧 哎 非常好 所以 它的名字 就叫做平行四边形 在这儿 希望我们小朋友 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好了 现在乐乐老师 要考一考 我们小朋友的记忆力了啊 来 我看谁在这儿 很短的时间内 就把它记住了呢 好 咱走着 先看第一个 这个可就是普通的四边形 不用你去说 好不好 嗯 这个有点特点 来吧 同学们 开始 这是什么图形 棒极了 正方形 再往下 这个呢 长方形 这个你认识吗 哎呦 刚说完 这叫做七行 对不对 好 再往下 这个你很清楚啦 一起说 这个应该是平行 四边形 非常好 来吧 孩子们 四边形呀 希望大家 对这些图形 要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么认识完四边形了 接下来呀 跟着史老师 我们继续往下走 看看 注意了 这个东西 你认不认识呢 来 注意 常见的这个四边形 我会发现 嗯 咱们说什么样子的呀 四条边 四个角 对吧 好 我们再来巩固一下 正方形呀 四条边都是相等的 方方正正的 四个角都是直角 对吗 好 那长方形呢 长方形注意了 我们小朋友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呀 七行 可是我们到了三年级才要学习的这么一个图形 现在只希望我们小朋友 你能认出来它 那就OK了 那七行呀 是什么样子的呀 注意 简单来说 你是只有一组对边是平行的 对不对 这样的四边形 好 你记住它 下面平行四边形 这个可是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 脑子里面有图就搞定了 好啦 接下来三角形你都认识吗 说老师 三角形多简单呀 我们早就学过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认识了 好吧 那接下来呀 乐乐老师将会出现好多好多的三角形 你能不能一一的把它们的名字叫出来呢 哎呀 我跟一讲 老师傻了 这个不是三角形吗 有什么特殊的呀 哦 再往下走 接着你认识吗 接着你认识吗 再看看这个 注意了 哎 首先同学们 在这个三角形当中好特殊呀 你看这个地方有这么着一个角 对不对 那这个角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这个呀 叫做直角符号 咱们管等于90度的角就叫做直角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因为它很有特点 这当中有一个角是直角 所以你猜猜看 它就应该叫做什么三角形呀 大胆猜 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非常棒 嗯 这个你要认识哦 再来 下面的这个 注意了 咱们会发现呀 说老师 嗯 好像这当中有这么着一个角 对不对 而这个角呀 同学们直观上去看它 你觉得这个角比直角是大一点 还是小一点呢 好像是大一点嘛 对不对 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就管这样的角 比直角大一点点的 注意了 叫做顿角 将来呀 我们会有明确的定义 那就是大于90度 小于180度 说老师 我现在听得挺迷糊 没关系 你就这样去记 比这直角 大那么一点的 这个角就叫做顿角 那顾名思义了 有一个角是顿角 这样的三角形 宝贝们猜猜看 就应该叫做顿角三角形 太棒了 真聪明啊 好了 那我们再来好不好 哎 下面看这个 哎呀 说老师 这当中我会发现呀 你看这三个角怎么样 好像都比这个直角要小 对不对 哎 注意了 那宝贝们 我们来想象一个这样的情景 如果现在乐乐老师 把这个三角形 从我的白板里面 给它抠出来 然后去家里的话 试想一下 哎呦 你觉得疼吗 嗯 我看谁说不疼啊 注意 好锋利呀 对不对 如果去家里的话 宝贝们 觉得疼不疼 说老师 我觉得挺疼的 注意了 这个角啊 它很锋利 很尖锐 所以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名字 那么就叫做 锐角三角形 好不好 哎 注意了 锐角三角形指的是 这个三角形当中 三个角全都是锐角 听明白了吗 OK 再往下走 那这个呢 同学们 仔细观察一下 它的特征 你看出来了吗 我们一定要跟孙悟空似的 有那个火眼金金 能够找出来 这个图形 它的特征是怎样的呀 哎 老师 我一看 好笑 嗯 这条边跟这条边怎么样啊 相等的 对不对 好了 如果呀 在一个三角形当中 它呢 有两条边是相等的 我们就管它叫做 等腰三角形 注意 怎么去记呢 孩子们 你看 人是不是也有腰呀 你赶紧摸一摸你的腰在什么地方 嗯 好 注意了 那么三角形呀 跟我们一样 它也是有腰的 注意 如果在一个三角形当中 有两条边是相等的 它就叫做等腰三角形 怎么样 好理解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啊 继续往下走 看这个 瞪大眼睛 看一看 它的特征是怎样的 说老师 哎呀 我怎么感觉 这三个角好像都是一样的 真棒 没问题 你说除了三个角一样 你还观察到什么了呀 三条边怎么样 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非常的好 那你看看 三条边也是一样的 注意了 我们呢 就管这样的三角形 叫做等边三角形 因为呀 它的三条边可都是相等的 怎么样 宝贝们 有关于三角形这么多的概念 很多知识呀 都是我们以后到了高年级才会学到的 但现在我们小朋友 只需要直观上去认识它就OK了 好不好 怎么样 那么我上面打出来的这几种三角形 你都记熟了吗 来吧 电脑上的宝贝们 跟着了老师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道理题 好吧 下图当中 哪些是等腰三角形 又敢机想 哪些是锐角三角形 谁是顿角三角形 谁又是直角三角形 好了 这道小题 我读完了 通过审题 我会发现 它就在考察我 有关于三角形认识的这些知识 对不对 好 那在这儿啊 我刚讲完他们的一些特征吧 同学们 你还记得吗 这道小题 宝贝们暂停视频 借自己动脑筋来思考一下 请你呢 将满足题目要求的这些图形的序号填入到我们的空格之中吧 宝贝们 老师一起来过一遍 老师一起来过一遍 什么是三角形 三角形三角形 那就是有三条边 有三个角 组成了这么一个封闭的图形 对不对 好 在这儿我们先说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呀 咱们知道实际上有一个角是直角 对不对 而且这个直角呀 它就已经固定了 注意 就是这么大 听明白了吗 固定住了 好了 再往下走 顿角三角形 哎呀 一想这顿角三角形 我就知道会比这个直角三角形怎么样 哎 这个直角要大那么一点点吧 对吧 如果让它去扎你的话 你感觉还好 还OK了 对吗 因为它比较的顿嘛 对不对 所以顿角三角形也熟了 有一个角是顿角 那样的三角形 就叫做顿角三角形咯 再往下走 锐角三角形 好吧 我一想到锐角三角形 有一些同学说 哎呦 施老师我好怕呀 注意 三个角全都是那种锋利的角 对不对 如果我让它们去扎你的话怎么样 哎呦 太疼了 对吗 能感受到吗 非常的好啊 再来 等腰三角形 什么是等腰三角形 哎 等腰三角形我们说了 哎呀 就好像人一样 它也是有腰的 在这个三角形当中 有几条边 两条边是相等的 非常的好 这个就是等腰三角形 键起来了吧 哎 特简单 那等边三角形什么意思呀 那就是有三条边 全都相等的呗 对吧 在这儿 同学们 施老师要多说一句 实际上 等边三角形 它呢 是等腰三角形的一种特殊的情况 这个也归它所有 听明白了吗 好 那现在呀 我们已经回忆出来了 虽然概念有点多 但是没关系呀 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一起来做一做 好不好 嗯 加油啊 来 我们准备解题过程 来 先看第一问吧 等腰三角形赶紧找 找一找三角形当中 是否有两条边是相等的 来准备 第一个 你觉得是吗 当然是 你看我都能把那个腰找到 也希望屏幕前聪明的你 把它找到 好不好 这个OK 没问题 再往下走 怎么样啦 这个没戏 这个找到了 这个呢 哦 这个当然也是啦 你只要能找到两条边相的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这个呢 这个很显然不是 对吧 非常好 所以第一个空 注意了 一三四 应该是等腰三角形 来 一三四啊 来吧 下面 锐角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我就得想想 哎呀 这三个角都是那种 很尖锐 很锋利的 对吗 同学们 迅速告诉我 一是不是 当然是 很锋利呀 二是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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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怎么样啊 有点钝 这是钝角三角形 对不对 好 再来这个呢 你看到这样的符号 直角了 不管它 这个呢 是不是 是的 而这个呢 哎 你有没有注意观察到 这儿也有一个 很钝的角咯 嗯 所以 谁是锐角三角形呀 哎呀 应该是一和谁呢 一和四 非常棒 一四应该是锐角三角形 咱走着 再往下走 谁是顿角三角形 哎呦 刚才实际上 乐乐老师已经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了吧 那么顿角三角形 我们找找看吧 请问一是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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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不是 有没有老师 yes 非常好 再往下走 这个呢 不是 这个 不是 这个 有 它是的 所以顿角三角形 应该是二和五 非常好 嗯 二五 最后 谁是直角三角形 宝贝们 我看一看谁的声音最响亮 石老师我能听到 请你告诉我 这当中谁是直角三角形呢 只有谁呀 只有三 声音太小了 只有谁 只有三 对吗 非常的棒 所以这里面三应该是直角三角形 好啦 以上呢 这几个小空 你都做对了吗 如果你做对的话 真的应该给自己一点掌声了 太棒了 注意 很多你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到了三四年级还搞不清楚 所以呀 需要我们小朋友 现在就要把基础知识给他大牢固 好不好 嗯 OK 一块来看一下 石老师点睛 注意了 这是三角形 这当中的这些三角形 我们小朋友脑海当中都要有图 并且希望小朋友要牢记他们的特征 怎么样 这道题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